現在我們要站起來,為何要介紹新科技呢? 阿莊子要給我解釋一下,這個科技聽聞大學的級別才有 接著還要說Marvel,Marvel也是用這樣的科技 所以這個科技近幾年一直都有 其實在運動科學的層面上,也有20-30年的歷史 不過通常只是在大學的實驗室裡面才有的工具 但是在近年科技再普及了 所以一些電影,例如Marvel的電影 其實都是用相同的技術,我們叫紅外線的分析機 有些反光球黏在身體上面 即時實時可以捕捉到動態的效果 很棒,很棒,很棒 但是真的是你才懂得看,看到嗎?Mandy 全部一堆英文,有些Current,Mini,Mass 這個範圍一定是已經看了文書 應該是標準了,我覺得一個弧度幾多幾大 而是定了,這個才合格 那你是不是會看這些去做一個評估 這個人的行動的步支,或者受傷程度 就是用這部機去分析呢? 是的,沒錯,在整個分析上面 你會見到很多數字 現在很好的普及化了 所以知道原來寬關節跑步的時候 我們屈多少度 遞起的時候會屈多少,落地的時候會屈多少 它需要有一個分析的知識 所以你說我看到原來寬關節 男士和女士屈的度數不同 然後你又想起為什麼這個人會受傷 你就會知道怎樣跟他做改善了 例如跑步我們經常會發現膝蓋的痛 膝蓋的痛,原來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跑的時候,兩隻腳會好像Catwalk 貓步一樣 有些朋友會,有些朋友是不會的 但是如果經常這樣跑到好像一隻貓 會製造了一些壓力性的骨折 或者是有些膝蓋的痛 我記得因為醫療 很多IT人真的很為我 現在有一部機器來AI 就是去看那個膝蓋 那個膝蓋就看看會不會容易跌倒 即是說你也都 我想是異曲同工之妙 只不過你就多一些數據 現在的膝蓋就是在看幾個符號 當時我也找了一個物理治療師 他說你有幾個膝蓋或者行路 他會看到你很容易跌倒 當然他說是跑步 我不是跑 我說是長者行路 即是有時候我們看到一些朋友 這麼容易PK 我知道 意思是說你連路也不會走 有些人真的不會走路 你相信我 真的 我又認識幾個朋友 真的 你經常都會Kick 左腳Kick 右腳 是否用這部機器就能分析到 還有我們看到一些人 內八行 外八行 這些是否都有影響 沒錯 以前我們可能只有靜態 就是站在那裡才知道 他的腳是外八 內八 或者是X腳 但是缺乏了一件事 就是走路 跑路 那時候 真實的樣子是怎樣 除了膝蓋上面 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 扁平足 都可以有靜態和動態 你平時可能做的扁平足的檢測 就是站在那裡 看看腳弓有沒有樣子 但是如果你一動變成單腳 走路的時候變成單腳 還有人的重量再落在一隻腳的時候 究竟他的腳弓會不會有變化呢 就需要在動態的時候檢測 我們可以在這些科技上 就可以看到exact 他的度數是多少 腳弓現在是合格還是不合格的 他的度數是可以知道的 你剛才說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想起某個買鞋那些 扁平足的 他就是靜態純粹分析你 是不是扁平足 但是去到物理治療師又是怎樣 因為足部治療師 就會跟他做個鞋戰 足病治療師 現在又改名 那究竟物理治療師 在這方面的時候 你的參與度是什麼 是否改正他的運動 或者走路的姿態 其實這部機對你來說 是怎樣運用在你的病人身上呢 就是了 舉個例子 剛才我們說 跑步或者走路的時候 好像Catwalk Catwalk 究竟原因是腳板的力母 還是膝蓋力母 還是寬關節的力母 這裡我們就好像X光 你看到人是歪了 但是原因在哪裡 我們就要再做分析了 我們第一 就是分析一下原因 是哪一部分的肌肉 或者關節出了問題 不夠力 然後呢 就給它一顆藥 就看看你要改善的地方 是寬關節 室關節 或懷關節 那什麼運動動作 才可以幫它強化到 然後就改善它這個Catwalk 或者扁平足 這個狀態 哦 那就學到很多東西 真的 你會看到 其實原來走路 或者去跑步 其實問題在哪裡 就是用這部機 可以看到 譬如 什麼人會用這部機 運動員說 你什麼情況下 會建議別人用這部機 給你一個X光 幫忙去改善呢 因為不是那麼多物理治療中心 是會有的 你當時扣入回來的時候 你的理念 和你想應用的範疇在哪裡 例如 走路的時候才有痛 跑步的時候才有痛 甚至乎是 踩單車的時候才痛 打Golf的時候才痛 這些是 動動的時候 日常生活會動動的時候 會痛的話 那就對了 因為 究竟這個痛是唇發炎 那你是不是就這樣燒了炎就可以呢 很多時候這些朋友就是 在治療的時候 好了一點 但他一回去做運動 或者一上樓梯又痛 那個源頭在哪裡 所以要找源頭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用這部機 很清晰 很清晰 這個檢測就比較針對下盤 我們要動的時候痛 你這裏還有很多儀器 我們見到 沒有展示給大家看 譬如你踩單車那部機 你都說 很貴的 不是叫我們小心點 不過他就說 提示貴 貴在哪裡 你會去電腦分析 你現在所有的器材 是不是都連接電腦 幫你去分析 我們是發覺需要的 因為很多朋友現在 很懂得去網上找資料 我的腰是不是歪了 我是不是有脊椎側彎 我是不是有扁平觸 以前我們可能真的說 嗯 是呀 句號 現在的朋友 病人 你需要給到一些實質的東西 給他們看 然後科學的數據 就是最清晰 在治療的前 我們是做了這些分析 那治療後 又有分析 那你就強烈對比 究竟那個治療的效果 是有沒有的 所以都需要的 就是科學數據 那你的駕單車 是幫你些什麼分析 那就是人 我們發覺左邊 右邊 可能會覺得自己不平衡 我經常覺得自己走路 或者是 倒在一邊 那究竟是哪隻腳 或者是 大力一點 哪隻腳 小力一點 甚至乎原來是 用慣了是哪一邊的腳 我們可以測試到 原來是55%或者60% 因為正常來說 我們左右腳50-50 但原來 用力的時候 一邊可能是 過了55%或者65% 60% 那你就開始和它調理 沒有用力那麼多 那邊的腳 你就要給多一點 就是好像我們眼睛 Lazy Eye 那個概念 即使你現在這輛單車 是檢查哪隻腳 用力會比較多 是 沒錯 心癡苦 心癡苦 以為是膝頭哥 是 好 然後這部機 很有趣 可以檢查 V02 Max 就是做運動的人 就會知道 就是用氧氣的效能 因為我們每一部分 我們要用能量 都要用氧氣 以前那個年代 就是用一些 整個豬嘴 有一個面膜 然後去測試一下 究竟它那個 V02 Max 這個東西 是 多好 或者多差 但是有了這個 電腦系統的時候 其實它那個 腳踩出來的力 是可以有一條數 可以計回 估計它那個 V02 Max 所以那個 效用度 或者容易度 就好了 不需要弄到 又要抽血 或者是大豬嘴 那只踩上去看 三四分鐘 那個力 就可以估計到 它現在的 V02 Max 用氧的效能是多少 那這個科技 對運動員好 還是我們日常人 都會有好處呢 當然主力 都是運動員 但是 對於肺有病的朋友 都是有用的 慢性阻失性器件 我最想說這個 這些都會有關係 因為他們都想知道 這個 我們叫做 肺鏡伏康計劃 四到六個星期 效果是怎樣 對 這個都會有 明白 因為我爸爸是這個病的 群組 但是走了 你會看到他走路 喘氣 甚至我去做 社康務事的時候 看到是 要教他怎樣散氣 不容易 這個難度 他連去廁所也有難度 是不夠 因為要用氣 所以這個是很好 給別人去教他 日常生活的 怎樣去散力 那很好 我們應該又要出去看一看 你還有一部機 還有一些儀器 是幫助我們康復的 是 那我們出去了 那我們又進來這間房 是 又有 哇 骷髏骨頭 這部機 我真的覺得很有興趣 還有這部機 就是聽John子說 你剛剛說 是檢查一個人的平衡 有沒有側去左邊 側去右邊 其實我覺得 我有時都會忌忌一下 不知道為什麼 有時都會側去左邊 側去右邊 原來真的人是有這樣的問題的 是呀 真的 所以這部機就可以檢查到 沒錯 這個叫做3D scan機 這個3D scan機 主要檢查三樣東西 第一就是平衡 因為人是兩隻腳 其實人的重心 偏左還是偏右 甚至乎是偏前還是偏後 都是有一個標準的 所以有時你會見到 有些人站的時候 可能會站得很懶 有個肚凸出來 或者站得很寒 未必真的寒到完全向前 但有少少寒的話 其實都會直接影響了腳 可能不同的肌肉用力 會不會特別容易會抽筋 或者有些觸底筋膜炎 都是人的習慣 這是第一樣東西的平衡 第二樣東西就是可以檢查到肌肉量 很快的 這部機我們站在上面40秒 其實它轉了一個圈 就用3D printing的技術 又是三個鏡頭 哪裡有三個鏡頭 上、中、下、三個 如果沒有什麼肌肉 只是脂肪 就會出來了 對 沒錯 所以公仔 立即可以看到 那些是肌肉 還是脂肪 所以很多朋友很害怕這部機 因為一看就看 照妖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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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類似的 我覺得這個比較專業 但是因為有3D 就是因為3D 當然它用的技術不同 沒錯 在健身的技術是用電動的技術 電動 因此你的水分身體 可能你喝了很多水 你看上去的樣子不太分別 但是你用那個機 它直接影響你的結果很大 但是它不是用那個技術 它是用3D printing 所以是直接看樣子 然後再用 再跟DEXA做比較 DEXA就是我們平時 用來做骨質疏鬆檢查的一種指標 用這東西去做一個對比 然後就可以準確看到 肌肉和脂肪的比例 所以剛才本來想邀請Mandy做的 誰知道原來要穿成這樣 不是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也想做 但是因為 我覺得我做的 我的心態一定要很專業 還有要很投入 我覺得我現在還未進入下去 但是你真的很想做 很想 為什麼呢 就是針對你剛才不平衡的問題 我覺得我應該沒有不平衡的 但是有時候會 不知為何人去了這邊 而且我們做現在就知道 但是那時候經常覺得 為什麼容易跌呢 這樣 那這部機除了做掃描的時候 會不會就是 訓練我們的平衡呢 是的 因為這部機還有第三樣東西 就是看到那個人是 有沒有高低薄 一定有 沒錯 然後有沒有下巴前傾 還有不是只看到有沒有 是看到多少CM前傾 哦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對了 我們再去設定一個 exercise program 給它的時候 你就知道 原來高低薄要調 然後就 前後傾也要調 這些 然後那個盆骨 前後 所以整個身體在旁邊 你可以做到一個 program 即高低薄原來有醫的 也有的 哦 萬事有得醫 萬事有得醫 這個很重要 因為剛剛 我也有朋友 發訊息給我 就是他看到脊柱側彎 然後我都會看到 我有些朋友 小朋友 成長的過程裡面 看到他前傾 前傾 就這樣你眼睛都會看到 我拍到牆 你會看到那條腰骨 你看到他前傾 都不用量 其實全部都影響他的髮肉 行路的步子 和他的自信 很差 所以是不是如果我 這些 脊柱側彎也好 或者脊柱側彎也好 我用完這部機 其實是可以配合物理治療 而改正了這個問題呢 沒錯 因為都是 我們有數據就最好了 有個數據看到問題在哪裏 然後我們給了一個 program 他四個星期六個星期 他會做肌肉訓練 會做一些關節的 一些條理的事情 做完之後再做多一次掃 你看到前後分別 大約一個療程要多久 看嚴重性 有些一個星期一次 四到六個星期就OK 有些一個星期兩次 你又看看加減的時數 如果好像我們叫輕微 Mandy都說 應該少少 他都想改善 因為走出來 那些情況會有多久 最快的是十天有分別 十天有分別 十天有分別 你用什麼方法去糾正 我們會有手法治療 然後又配合適合的運動動作 他可以做回 然後就可以了 十天 即是看回這部機 已經是明顯有分別 那你有沒有覺得 Mandy如果是你 有那個左右的不平衡 其實會打擾了些什麼呢 我覺得這個不打擾 不過我發現高低薄真的會打擾 因為為什麼呢 我發現不知道為什麼幾年開始 這幾年突然穿內衣 那條帶子都會掉下來的 其中一邊 為什麼呢 因為我永遠不可以教同一個位置 一邊可能要緊一點 一邊鬆一點 那我就開始懷疑 會不會是我自己有高低薄的出現 因為我以前真的沒有的 全部都是很平均的 那究竟什麼會出現 是否因為我常常揹袋 揹一邊 所謂要兩邊都要揹呢 那其實如果高低薄要醫治 最快要多久 那剛剛說了 究竟為什麼好像以前沒有 然後後來才有 其實都很多朋友是這樣 尤其是女士 是啊 很煩 那當然一個原因 絕對是可以經常是單手去抽東西 拿袋 揹袋 然後你自己久而久之你不覺得 但是其實我們除了在這個動作之外 我們都要看這個東西 所以其實這兩個一個打橫的影響 和一個前後的影響 它可以一起影響的時候 就會導致那件事很明顯地發生 OK 所以左邊右邊的那個力量的分佈 和平時是怎樣用力 我們都重要的 到真是很痛很不舒服的時候 我們就會建議要揹背囊 揹背囊有的 我都後來改揹背囊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 一條帶跌下來 你經常都要伸手去揹背 人家以為你在這裏性暗示 是不是 不是那麼好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 很多女性都有這個問題 說真的 所以原來都有一些 我今天大開眼界 掌知識 我又見到這間房間 都很多 嘩 好像那些器械粗 其實這些是否幫到一些治療的性質 但是真的很重 剛才我們試過 我家裡我擔得氣 都是的 因為就 當然 常用的器材 我們就是有啞鈴 然後有些叫狐鈴 其實都開始多健身的地方去用 狐鈴主要都是可以做到一些核心肌肉訓練 還有我們在說核心肌肉 我覺得很有趣 想問一下大家知不知什麼叫核心肌肉 知道的 那個平板 哪些肌肉是核心肌肉 核心肌肉 這裏 肚腩這裏 我們被人罵了很多次 很有趣的 聽過核心核心 當然是經常在想那個六九腹肌 是的 但是我們其實正確去講 我們有分兩個定義 第一個定義就是純粹想美觀上面的 核心肌肉的定義 沒錯就是六九腹肌 或者就是大腿 可能都叫做 不過大腿一般是不叫的 都主要是這一部分和背 但是在物理治療 或者在痛症醫學的角度來講 那個腹其實有四層肌肉 有四層的 六九腹肌是最面那一層 是 所以去到真的和痛症 我們在講最深的那一條 腹環肌 那腹環肌就好像一個腰封 整個圍著肚子去到背後面 這個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核心肌肉 但是還有一個核心肌肉 大家都會想知道多少少的 女士都很喜歡的就是屁股 噢 沒錯 屁股要繳 是呀 是呀 做手術的我見那些人 要繳OK 哎喲 我現在真的 可能是因為練都練不到 所以最後是要做手術 但是實際上我們要把它練好的話 它對於很多的關節痛症都很有幫助 咦 這個要推廣 是呀 所以核心肌肉 今天一定要學就是這個 屯大肌 屯中肌 屯小肌 我們叫做屯部三兄弟 噢 一般這樣站在這裏 我可不可以練到屯部三兄弟呢 都可以的 其實都像是KIGO KIGO 就是女士就經常都要去到有機會有尿失禁的時候 我們就要練那個盆底肌的 這個很好吃 練這個盆底肌 一起練那個屯大肌 就是這樣縮那一刻就已經練了 沒錯 就是當我們坐在那裏 盆底就是你會音的部分 碰到椅子的地方 所以你的重點就是把它拉高 提升它 你尿失得很好 沒錯 很專業 哦 那這個是這一部分 那這個環的肌呢 對 就要再配合呼吸 噢 噢 很重要的 真的 所以吸氣 呼氣一呼 然後你再呼到尾 那四分之一去 就是那個腹環肌 噢 所以你呼 噢 噢 噢 即是說當我做瑜伽 我坐在半座 在這裡提升 和呼的時候 其實那個核心三兄弟 叫做團步三兄弟 團大肌 團中肌 團小肌 我平時走路都會收腹 和夾住 平時習慣了站著都會夾住 但你沒有呼吸 沒有呼吸就不行了 當然你很靜態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做 那時候你再呼到盡 好 對 呼到盡 那一刻你就會感覺到 好 今天你學了很多東西 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這集我們訪問完了 你覺得很開心嗎 好開心 那你繼續跟我一起去訪問醫生 當然要 真的很開心 我們接下來又去訪問醫生 好嗎 這集謝謝莊子 謝謝你 教識了我們很多東西 有機會我們再來看看有沒有新的資訊 好 謝謝 拜拜